黄一青最近可是娱乐圈的风云人物了 因为山巴普高的事件而被大家熟知 然后就是两次喊话马苏出来告歉 昨天还在微博暗讽了伯曾志伟 可以说这位娱乐圈季节伟很敢搞事了 马苏因为在李小路河普高的事件中出来说了句话 现在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黄一青两次喊话马苏都未得到回应 这次我们的黄书记终于忍不住了 要开始堆马苏了 昨天晚上黄一青连发几条微博 直指马苏称马苏道德败坏 把15年矫情的好友贾买亮的家庭往货坑里推 还一直帮着雨霾 看来我们的黄书记已经掌握了不少实锤啊 今天早上五点 黄一青也学会了卓伟这一招 发了微博下午两点见 还配了焦图让大家猜测 不少网友都觉得这是要开吹马苏的节奏 看来马苏这次摊上大事了 下午两点 黄一青如约发布微博爆料 由于内容太长我截图 下来给大家看 这次的信息量还挺大 不知道马苏看完之后做何感想呢 你们怎么看 我看完之后